同样是炒青椒肉丝 为什么饭店炒出来就黄的入味 好吃而且不柴 做法其实很简单 9块一斤的里脊肉为了好切 可以放冰箱冻一个小时 冻至练形后顺着纹理的方向切成不片 又推拉到切成突袭均匀的细丝 像这样6公分长左右就可以 切好后切水洗干净 洗干水分 一斤肉丝6颗盐 三两生姜水 一个冬鸡蛋 多抓一会儿 抓到肉丝将水分全部洗干 再加练粉半圆锁住水分 最后缩上植物油防止粘粘 都看到这里了 就帮我两个小红鞋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 吃到菜最好选用螺丝胶 中间一开后去纸斜切成丝 锅一定要烧热 再倒入冷油 热锅冷油不容易粘底 倒入肉丝迅速的滑散 便适合即可出锅 更更滑嫩 再重新起锅刷油 和葱姜蒜小米达爆香 倒入青椒丝 翻炒出辣香味 再倒入滑好的肉丝 加蚝油 生抽 一斤 来一糖 根据自己的喜好调味 在翻炒之内下即可出锅 品味即成 按照这个方法 保证跟饭内的一样滑嫩好吃